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我要来修我家里的恒温水龙头 这个恒温水龙头啊 价钱是比较高的水龙头 一般来讲恒温水龙头 从一千多块到五六千块都有 真的是非常的贵 那万一它锁不紧该怎么办 一直滴滴答答 水费应该也不是很多 可是这种声音真的会让人家抓狂 那你如果说找水电师傅来呢 一般都是直接跟你换掉比较多 那个恒温水龙头因为规格太多 你要去换那个滑芯啊很困难 但是我们就这样束手无策了吗 那倒也不是 那我今天要教各位用几十块钱的费用 就可以把它处理掉 那而且这个方法是每一个人都会处理的 这才是重要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我的水龙头到底怎么了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水有没有 一滴接一滴滴滴答答 那这个声音半夜尤其明显 而且讲实在话它也流得很快哦 这个水杯在那边接一下子就满了 这个声音还是蛮大声的 那该怎么修呢 我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线上的阀门 一般来讲我们会把它装在连喷头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内涯啊这边是外涯啊 那你只要拆下这个连喷头 这边有个垫片啊 那你就不用在上面啊再缠止水胶带的啊 因为缠止水胶带也是个技术啊 有些人啊没有经验啊他就缠不好啊 那上面啊记得也要放一个止水垫片啊 这样的话你两边啊都不需要去缠止水胶带啊 就这样锁锁下去就好了 有没有很快这样马上就修好了不用一分钟 那这样到底有没有效呢 我们来试给各位看 好我们把水打开 水打开 然后呢一旦你把这边水关掉的时候 你注意看哦 它还是不断的这个水滴下来对不对 那你只要把这个滑门关起来就好了 我们把滑门关起来的时候这个水就不会再滴了 马上停止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里面的一个残留水这样就不会再滴了 有没有完全静悄悄也不浪费一滴水 好那今天为各位示范管上滑门的使用 可以简单的解决浴室龙头的漏水问题 那希望各位呢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